我在本節目講 蕭琴田講最多 他的財產多到多誇張 立法院財產申報 他一個人都占了三分之二 一百九十幾頁 所以這個叫做富可敵國 而且你講一百九十幾頁 沒有說服力 我來補充一下 存款 這個是2019年 因為他那時候要選立委 必須要有的財產申報要揭露 他的存款是兩億一千多萬 存款而已 他的這個鉤票的保分 有出清了一些是兩千多萬 那個是面額吧 十塊錢算的 對啦 因為這個其實面額 有時候你可能買一百塊兩百塊 可是他是用十塊錢去算 那我們看 他還有什麼 基金受益憑證 六億二 要死我 事業投資有九筆 九億八 我覺得現在有點嚇到 我都想叫他乾爹了 你叫他乾爹 你覺得你有什麼好處 應該沒有 高爾夫求證 土地六十七筆 建物四十筆 當然他有一些房貸的在 但是相較之下 他的財產 人家有十幾億的身家 所以說這個是比例 對不起 這是比例原則的問題 也就是你只有可能 真的涉及匯選的話 你沒有這方面的前科 如果你犯後態度 基本上是非常友善的 我問過律師的 一定是一年以下 最多八個月 然後得一顆罰金被判緩刑 如果這樣浪槓 然後流往海外 跟他所持有的財富 基本上是完全不對稱的 所以有兩種可能 第一個可能是什麼 這還沒有查證 但是有機會我們可以去查看 他會不會有其他類似緩刑 跟司法的爭議 如果訴罪病罰 他緩刑就消失了 基本上可能還乖 但這個需要查證 第二個部分是什麼 他知道是可能有一些罪 不是只有這麼簡單的會選 一定是會判到 他不能承擔的自由行 被剝奪的部分 否則人的選擇是什麼 我如果回來誠實以對 或是把事情講清楚 還不見得被判罪 然後剛才貴亞說的 坐擁這麼多財富 基本上 那好像是努力了十多年 然後奮發向上 晉升上流社會的 這一切就化為烏有 怎麼可能化為烏有 人家老婆小孩 都可以繼續經營 來 東老師你要補充 我補充一句話就好 就是說不管他什麼原因 這種情況下跑去中國 大概過五年 他那個財產申報一百九十二頁 就會變成兩頁 變兩頁而已 就是說去中國 中國一定會把你榨乾 尤其這個時候 一定把你榨乾 然後再把你送回來 因為過去已經有很多例子 所以說過五年 一百九十二頁的財產申報 兩頁就可以寫完了 那如果我這個財產申報 都在我的太太 兒子名下的話 還會有這個問題嗎 不是 你人在中國 我是中共 你人在我手裡面 你就叫你太太 或是讓他好過一點 有可能會這樣 你這個保護費 這個是代宰的肥羊 你跑到中國 這種例子過去已經太多了 對啊 好 我們是希望說 蕭景田 這誤會一場是最好 趕緊倒回來 好好的說明 到底是發生怎麼一回事 來 另外我們來看一個部分 我們來看的是 藍白河是不是有所謂的 起手勢了 先請教煌哥 我們看這個是 朱立倫決定找郭家軍跟柯家軍 他是雙軍附合體 他其實之前還是國民黨的 他是前立委李嘉靖的兒子李靖穎 他接的是新竹市的黨部主委 很年輕 37歲而已 他是國民黨現任最年輕的黨部主委 那也因為他以前是郭家軍 而且他之前上一次在選立委的時候 是郭台銘就是全力提拔的 除了李正浩之外 全力提拔李靖穎 所以也跟高宏安也算是很熟的 那作為國民黨跟高宏安的一個 溝通的橋樑 這個期滿特別的 因為一般黨部主委 不就是要對地方的生態熟悉 一般是這樣的挑選的原則 那這次挑這個李靖穎 你覺得怎麼看 這個其實是個怪招 但是怪招未必是好招 也未必是絕招 有可能變成死招 李靖穎這個人 其實他並不是什麼柯家軍 其實他就是柯皮郭谷 他其實就是郭台銘的人 所以為什麼 你從高宏安今天的反應就知道 國民黨一發布這個消息之後 高宏安身為民眾黨 提名當選的新竹市長 結果竟然去恭喜 國民黨的市黨部主委 去評論說這個人很好 第一個 你這個講話有失身分 因為你市長是全新竹市的市長 不是國民黨的市長 更何況你也不是國民黨 你還是民眾黨 所以看得出來 這個就是郭家軍在新竹大會合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朱立倫為什麼走這一小旗呢 大概就拉攏郭台銘 向郭台銘示好 意思就是說 你看我重用你的子弟兵 當我們新竹市長部的主委 那2024你就看著辦吧 大概類似這樣子的語言 可是我覺得朱立倫 人稱政治精算師 我覺得他這部棋算到目前為止 光是我以我淺薄的智慧 我今天就看出幾部 我覺得可能將來會變成 朱立倫很大的隱憂 第一個李靖穎很年輕 年輕不是問題 年輕跟能力無關 但是李靖穎從來沒有做過黨務工作 黨務工作跟自己參選 還有你做政治幕僚 行政工作幕僚 那是完全是兩回事 在座余將軍做過黨務工作 他很清楚 李靖穎第一個 他對新竹不熟悉 第二個 你覺得他去跟余邦彥 跟許修睿講話的時候 應該坐著站著 還是板凳坐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應該蹲著 有可能 對 將軍果然了解國民黨 不是 是議長坐著他站著 我不是說他們會欺負年輕人 就說因為你對地方 你完全不了解 你沒做過黨務工作 請問你要如何去推動 國民黨在新竹市的黨務工作 這個對李靖穎來講 是一個超級大的挑戰 而對朱立倫來講 是一個超級大的風險 我覺得他要提拔這個人 完全已經不管新竹市的黨務了 他就是反正 我就是拉攏郭台 第二個事情 李靖穎2020年在應該是土城 选立 是在跟你同區 在吳其民 我的旁邊 他是在吳其民那一區 所以我們還算有滿認識的 對 當時民進黨是吳其民要連任 然後國民黨是提名是黃志雄的樣子 不是 林金傑 對 林金傑 然後李靖穎 那李靖穎後來其實是分到比較多 林金傑的票 所以你覺得林金傑 當然吳其民的連任 未必跟李靖穎參選一定有關 但是林金傑心裡會不會圈圈叉叉 會啊 他會不會有很多問號 對不對 你當時不來分手票 搞不好我會贏 因為落選人通常大概大致上 都會這樣想 都有心理狀態 都會這樣想 對不對 所以那你今天提名李靖穎 去當新竹市黨部主委 那你覺得林金傑現在心裡在 在家裡看電視的時候 他心裡在想什麼 他說好啊 你跟叉叉會記 此仇不報非君子 你對我們很好 都不用逼掉 君子報仇三年不晚 所以我覺得這一招棋 你可以說他是怪棋 可是他未必是一個好棋 但是朱立倫會走這一招棋 我覺得我算得到 朱立倫一定算得到 他即使算不到 他的幕僚我會幫他算到 但是我覺得他會走這一招棋 表示2024總統這一局 朱立倫正在盡力拉攏郭台銘 拉攏郭台銘可能有兩種可能性 一種是排除郭台銘參選 在國民黨裡面 體系裡面競爭 另外一種可能性就是說 我來找郭台銘來合作 找郭台銘合作 那當然朱不可能當政的郭當富的 如果要合作一定是郭當政的朱當富的 找郭台銘合作 是真心真意想合作 還是只是像吳敦義在當時 2018年的時候用的 2019年用的那招就是拉一個人進來卡住 黨內最有可能的人選 當時朱立倫是被卡掉的 他是被韓國瑜跟郭台銘卡掉的 是不是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我覺得這個在農曆春節之後 可能一切的態勢會變得更明朗一些 有關於這個人跟人之間 黨內部裡面的人 那因為提了這個人選 可能會有一些彼此糾結的部分 你是不是要來補充 對 我覺得我難得跟黃哥 這種資深黃哥 我難得跟你的意見稍微不一樣 我覺得林金傑不會不高興 圈圈叉叉 我覺得林金傑會很高興 為什麼 因為走了 因為走了 所以他不會回來了是不是 因為他走了 本來的那根刺拔掉了 因為他確實是 你怎麼知道不會有另外一根刺 因為確實是這個李靜穎 應該是分到這個林金傑的票 比較多一點 當時我們吳清明是當選的 可是林金傑有35%的票 那李嘉靜其實拿到了18% 一個新人這樣突然出現 這個其實拿到票數滿多的 但為什麼他滿多的 其實是因為他的爸爸是誰 他的爸爸是李嘉靜 李嘉靜是這個四五六七屆 當了四屆的立法委員 我現在才只有他的一半而已 你看看李嘉靜當多久了 所以他在那個地方的實力 其實是很堅強的 所以如果當時他這樣沒有分裂的話 那國民黨到底會是什麼樣狀況 其實也很難說 可是我覺得還有另外一點就是 為什麼是找了這樣的一個民眾黨的代表 去到了新竹 也許反過來講我們應該要說 其實國民黨和民眾黨 對高宏安現在的狀況 其實也是認為不太保險的 所以我可能要找一個備胎去 李靜穎大家如果有看到他的話 其實因為我實際上有跟他一起在這個 跑突發的場合有互動過 因為就同一個選區嘛 圖書三英區 所以其實他真的是外型還滿亮麗的 學經歷等等也滿不錯的 口條也不錯 他台大經濟學系喔 然後也是一國倫敦政經學院的 中國研究所事喔 所以在新一代的候選人當中 其實是還滿亮麗的 只是那個時候他掛的是民眾黨 這樣子的一個黨徽 那麼現在如果他真的是藍白河 到了新竹的話 那如果我們假設 如果萬一高宏安真的出事了 那下一個新竹市 藍白要推出的候選人是誰 那會不會就是這個人 其實已經在那邊優比了呢 因為以我們這幾次的 這樣子來看出來 新竹市很可能就是喜歡一個 比較年輕的 有科技感的 高學歷的對不對 高學歷現在在新竹 應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會不會這就是一個 備胎的人選 所以我倒是覺得朱立倫 在這一步棋上面 也許是一個好棋 也不一定 從國民黨的角度來講 你看林濤都笑了 就表示這可能是 我可能說中他的心事了 我補充一下 李靖穎他是台大經濟學系 然後他去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是中國研究的碩士 那這樣的學經歷 是算是什麼背景 是財經加兩岸嗎 他都說他是財經 他應該是財經 他都說他是財經專家 因為他的中國研究 有可能是研究中國的經濟 也有可能 好 但你們都答錯了 這叫做國際政治經濟學 不好意思 都不是都不是 朱立倫說什麼 我考量的是他的科技背景 我覺得超好笑的 研究中國的科技嗎 超好笑 我考量的是他有科技背景 所以跟新竹特別的 所以我雖然在說李靜穎 還不錯還不錯 但是其實我話外之音 是我覺得高宏安危險的 好 來 東老師要來補充 我覺得李靜穎的這個人事安排 應該是朱立倫上當了 上當了 上當了 那個因為應該反過來 看看就是說 柯文哲跟這個郭台銘在想什麼 我覺得這個跟新竹這個地方 什麼什麼人事黨部的 什麼什麼業務 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一看就知道是2024年的布局 這什麼意思呢 你回頭來看這個高宏安 在新竹所謂的藍白河的模式 九合一選完以後真相大白 包括那個原來的那個 那個議長 這個許修睿還有什麼余 余邦業 余邦業 全部順利連任 全部留在國民黨 所以這個這個 林根仁是從頭到尾是被放棄的 好我講一講 柯文哲跟郭台銘在想什麼 柯文哲自認為 他是毛澤東的專家 他自己說過 那他的這個策略是什麼呢 你看柯文哲能選上台北市長 第一個是寄生在民進黨 後來九合一 這次九合一選舉的時候 他又寄生在國民黨 所以他那個策略一看就懂 七分發展對不對 兩分這個應付 一分抗日 以前叫抗日 現在叫下架民進黨 然後兩分應付國民黨 七分發展民進黨 民眾黨 好 那這個局要怎麼走下去呢 現在寄生在這個國民黨內 所以說這個 這個新竹市的人事安排 才會有這麼多的 所謂的這個 來贏的 國民黨的人借降 然後又調和了一個 這種李季寅這種所謂的 這個郭柯和的代表人物 現在在加藍 那郭台銘在想什麼 郭台銘在想的是 他在等那個黃袍加深的那個機會 這個話不是我講的 這個話是10月26號 柯文哲自己講的 柯文哲自己露線 他說這個郭台銘很可能 陳橋兵變黃袍加深 你不覺得選完以後 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 在呼籲柯文哲 你要出來選總統 台灣需要你 這個國民黨裡面的人 越來越多了 你還不要講外面 然後在各類的民調裡面 總統的候選人民調裡面 柯文哲的名字 已經一再的出現了 所以說這個局一看 是這樣子 所以說這個是完全 不是為了新竹 這個是為了2024 那誰是下一個林根人 2024 整個新竹模式挪過來看 我是這樣看的 好 那我透過一個民調 帶大家一起來看 誰是下一個林根人 在2024也有林根人 那林根人代表就是 國民黨的代表 那是哪一個誰 我先讓余將軍來評論 我們看 這邊是美麗島電子包 12月的國政民調 那當然他就預估說 可是我覺得他這個 國政民調也是很特別 就是說如果是展望未來 2024的話 那怎麼會又出現 蔡英文總統 因為他不會再選2024了 那我們看第一名是侯友宜 他的分數是70.5 然後比起去年的 比起同年10月份增加4個百分點 然後賴清德是59.7 少了0.5 他也做了前副總統陳建仁 是57.1 增加0.2不大 那我們看第五名是柯文哲 最後一名是朱立倫 柯文哲44.7 朱立倫是35.9 這樣子的一個民調排名順序 將軍應該不會覺得意外吧 不意外 一點都不意外 合理 非常合理 其實我講 侯友宜現在的高民調 就好比軍中情人 那個軍中情人千萬不能結婚 一結婚就跌停板 你知道嗎 真的 我們以前軍中都有軍中情人 哇這個情人真的長得又漂亮 讓我神魂顛倒 日朝思暮想 每天晚上就是為了看他 能夠度過這個365天 這個非常苦悶的議期 可是有一天說 他結婚了 而且嫁給的人 居然長得比我還要醜 一夕之間 軍中情人的這個夢就崩解了 我跟你講 不管他們娶誰 每一個都會比我還要醜 他們的內心粉絲 內心世界都這樣 為什麼嫁給他 為什麼是他 對 那侯友宜也是一樣 侯友宜現在他就好比一個 國民黨版的軍中情人 形象好 呵呵做的事 好男人 不去惹是非 不去嚼舌根 不去翻動兩岸關係 沒錯真的很棒 因為還沒嫁人 當他決定說 我不是呵呵做的事 我要呵呵做總統 那不一樣了 我跟你講那不一樣了 所有的支持會開始檢視 你的兩岸政策是什麼 你要如何來改變兩岸關係 呵呵做的事 其實沒有要教你做事啊 嘿我只會這個 我就會這個 我也想多會一點啊 其他好的不會 所以我說侯友宜目前是高民調 高人氣 但是當他決定的時候 那才是真正的考驗的開始 那我講到朱立倫跟柯文哲 這兩個藍白之間 目前檯面上最可能競爭的人 他跟郭台銘的關係是什麼 這個朱立倫 叫做情勢大好 在等時機啊 國民黨現在情勢大好啊 那時機沒有到啊 那時機什麼時候會到 不知道 那但是這個時機掌握在誰的手上 郭台銘的手上 因為他有人氣 他有關鍵的要點 所以說他在等這個時機 這時機 郭台銘等到了 郭台銘才會單選 郭台銘才會參選 如果郭台銘等不到 他不會參選 因為被玩過一次啊 那一次大家記不記得 郭台銘到國民黨中央黨部的時候 舉起那個榮譽狀 我跟你講我在地方黨部開會的時候 有一個老伯伯 93歲 見步如飛喔 他把那榮譽狀掛他脖子這樣 我也有 為什麼不可以選總統 你知道嗎 真的 我親自一個伯伯這樣掛 我說伯伯不要生氣 這是黨部的作為 我們不要生氣 他就在那個 我們在開會 他就在那邊繞場 我就讓他繞 所以說郭台銘被 國民黨用過一次 郭台銘不會輕易再犯第二次錯 他畢竟是一個 很有遠見的企業家 怎麼會犯兩次錯呢 那我再講了柯文哲 柯文哲現在是 手上有王牌 口袋沒資金 我很想選 我拼命要選 可是他講過 我要做基金會 我要募資 看起來他好像募資能力 沒有那麼強 不像柯文哲講的說 我只是嘴巴不開口而已 我一開口口袋就爆掉了 看樣子 你不要開口 你把口袋全部摊出來 人家也不會給你 為什麼 民調太低 知識度太差 而且你的信念是搖擺的 那這時候 郭台銘又抓到了這一點要點 我是有信念的 我有經濟能力 我買過BNT 柯文哲你買過嗎 沒有 雖然是醫生 可是你沒有買BNT 你沒有救過全中華民國的國民 至少有五百萬人打過我的BNT 我是其中之一 所以我支持你 對 所以這個狀況 郭台銘假如說 我手上沒有牌 可是我掌握了資金 掌握了時機 那麼國民黨跟民眾黨 一個是在等時機 一個是在等資金 兩個人必須要等到一個時間點 如果都沒有辦法了 朱立倫沒有辦法過侯友宜這一關 那朱立倫心想與其找侯友宜 不如挺郭台銘 那麼這個柯文哲呢 他要等到什麼時候 我的風一直起不來 因為他在地下室四樓 那實在風要吹進去 沒有窗戶 只有正正陰風 陰風是從地下五樓推上來 對 所以他等不到那個所謂的順風 也等不到那個風向起來 當他等不起來的時候 他心裡想 與其讓民進黨繼續執政 我不如挺郭台銘 郭台銘在等這個 他手上沒有牌 他在等機會 他其他的事情全部都到位 那但是如果這個機會沒有出來 郭台銘絕對不會犯第二次錯 你給他一百張榮譽狀 他都不會出來選 那個對不起我補一句話 那個機會就擺在那裡 看到那個民調 郭台銘那不會心動嗎 那個就是機會 現在心癢癢的 還沒有動 林涛 那我請教 因為你是架槓的朱家軍 你不會像葉原資那樣 一下這裡一下那裡 那你怎麼看這個朱立倫的排名 怎麼這麼厲害 那當然就是說 想要結合其他人 但是呢 結合其他人 有可能要當副手嗎 還是說呢 幫別人排教呢 我自己看這個 今天朱主席安排這個 李靜寅的這個人事案 我自己有兩個看法 我覺得第一個 你看這個朱主席 不管他的民調高低 其實他在選戰過程中 到現在都是任棒任怨 就是說今天什麼是對國民黨好的 就是我們知道就是說 過去有些人說地方黨部 其實年紀有偏大 希望能夠找跟這個城市契合的人 能夠來當地方黨部 然後生根 未來他也是戰將嘛 那就如果他可以長期經營的話 他就不用空降 也不用急救張 所以我覺得李靜寅就是最好的做法 為什麼 因為他是37歲 他是最年輕的 你幾歲 我是三十三的 你有機會啊 桃園黨部主委 好不好 值得起來 但是我覺得 就像那個蘇維元講 就是說 其實林菁姐不會有意見 因為他跑去新竹的未來 不會跟林菁姐 真的不會有意見 那我覺得為什麼李靜寅他適合 因為第一個他37歲他年輕 新竹市這個地方很年輕 第二個 過去提到他是台納經濟系 他是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他其實最強的地方 就是在於他人口結構 跟大數據的結合 他能夠去看整個 包括城市的發展跟人口結構 跟選戰的策略 我覺得他都有他的獨門研究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 大數據的分析背景 我現在聽到大數據就怕 對大數據的分析背景 就那個主席認為說 這跟科技整個新竹市的發展 我覺得這可能是新竹市民 希望看到國民黨的形象之一 第二個部分我覺得 就整體來講 2022的選戰是如此 未來的選戰是如此 就像朱立倫講的 非綠陣營的合作 今天不是說一定是藍白 或是說藍去跟郭台銘 或跟柯文哲聯絡 而是整個非綠陣營 能不能把所有的兵強馬鑽做集合 未來才有一波的機會 我是看到這兩點 在戰略佈局裡面 好 賴宇山老師 林濤不敢說的我來說 我嘗試當一回朱立倫的幕僚 把朱立倫內心的想法告訴大家 他如果真的要上位代表國民黨 成為總統候選人 而且是可能打得贏選戰的話 他的戰略跟戰術是什麼 他的戰略很簡單 卡侯尊鍋不鳥科 這是他的戰略 戰略就要配合戰術去執行 怎麼去卡侯 我跟各位說 韓國瑜講Yes I do的時候 是2019年5月17號 至少當了6個月左右的高雄市長 那麼現在朱立倫 如果要想要透過初選制度的話 剛剛要選到2、3月 那是什麼 侯友宜就任100天 你有什麼正當性可以落跑 這是第一個 在制度上 他就會做這樣的文章 這叫做鎖猴或是卡猴 那怎麼尊鍋呢 尊鍋就不能讓兩件事情發生 第一個叫做鍋猴和 前陣子已經放出新聞了 做六人聽了我就說他一定會生氣 一定會有動作的 你們都四四六六談好了 一個做一任一個做第二任 把我搞去當不分區 去當行政院長 你當我爽膽的 所以絕對不能讓郭猴和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不能讓郭柯配 郭猴和是自己沒機會 郭柯配是國民黨選不贏 所以他想辦法尊鍋有鍋 而且不是沒有前面的範例 林涛的黨部的好朋友 林佳欣不就是鍋的人嗎 林佳欣可以去操盤桃園的選舉 可以繼續做國民黨黨史會 有史以來最年輕的 負責黨史的人 也是文傳副主委 過去林佳欣在哪裡 林佳欣在本節目跟高昂 一起罵韓國瑜 就郭台銘的人嗎 之前已經有林佳欣這個典範了 拿這個來對郭台銘表示尊重 至於不了柯 那很簡單 柯基本上就讓他自生自滅 之前選前就像董教授所說的 柯會寄生國民黨 可是形勢比人強 我已經計算過了 好像連續三天都沒有討論到柯文哲 柯文哲的內心一定覺得 非常非常的屋準 為什麼新台灣加油沒有討論我 不對這是所有政策性節目的常態 你又沒有什麼值得討論的 除非你有驚人之舉 或是民眾黨又出了大事 國民黨現在真的是非常的艱苦 從我那個時代 地方黨部的主委 有一個非常大的任務 籌款 你要自負盈虧啊 可是你是黃副興黨部的分支 你要籌多少錢 有責任額 一樣都有 對因為我是也是市黨部的副主委 我們都有一定的責任額 所以你要負責籌款 那當然主委是籌最多的 大概多少錢 這個就不要講了 講出來 回去被我太太罵了 對我貼太多了 對這個都有責任額 但是主委是負最大的責任 所以不管是當哪一個市黨部 或縣黨部的國民黨主委 他身上最大的一件事 要自負盈虧 租金 水電 黨工 他要負責耶 所以按照我之前 我們國民黨黨部的主委來講 一個月沒有一百萬是擺不平的 桃園市沒有一個月 沒有一個月沒有一百萬擺不平的 所以如果讓這麼年輕的年輕人 來當主委 只有一個可能 背後的財力雄厚 喔 背後沒有問題啦 這一點余將軍說的很有道理 看看之前桃園市黨部主委是誰 楊女勝 因為他的口袋很深 那為什麼朱笛倫可以允許周東景啊 跟蕭景田 答案就很簡單了 蕭景田 錢根本不是問題嘛 否則你要國民黨這地方 黨部的主委籌措所有的經費 對沒有財力 口袋不深的人來講 真的很痛苦啦 乔惠 我是沒有那麼認識他 我們就是跑他的時候認識 但是在這個看 你看一個候選人 看他的團隊 從穿的衣服服裝 拿的文宣品質怎麼樣 你大概就知道 他的台力品質 你這樣就看得出來喔 這個我們選久了 其實大概都看得出來了 穿那個衣服 你看我的厚不厚 將軍我覺得你當 那個議員以後 整個資料都升級了 怎麼會敢提升啊 對 就是你看他的那個帽子的材質 文宣紙質的厚薄度 還有發送的品項 到底有多少 其實你大概就可以知道 這樣子的一個候選人 他的募款能力有多少 那我覺得李靜穎看起來其實是 還滿不錯的水準以上啦 我覺得很忠道 客觀來講的話是這樣 所以我對李靜穎的這個 財力的部分 我是比較不會質疑 也覺得 為什麼人家朱主席會找他 我對李靜穎的建議 只有非常微小的一個 就是第一 既然你要到新竹去 請把你自己的論文 你的學歷搞清楚 查清楚 他也有這個問題就對了 因為他的主打強項 現在也是學精力啊 但我相信應該是 沒什麼問題 但是他如果 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他一定是什麼 他是倫敦政經學院 發出來說 他的學位沒問題 那麼也請李靜穎 即提名他的朱主席 告訴全台灣社會 倫敦政經學院 確實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學 所以當這些學校 發給蔡英文 畢業證書的時候 這是沒有問題的 不要在這邊 李靜穎的時候就是好學校 蔡英文的時候就是假的 原來你的回馬槍在這裡 我覺得回答得很生氣 但是博士跟碩士還是有差 博士更嚴謹 博士比碩士嚴謹 不要雙標到這種程度 好 我們來看 美中台軍情的部分 我們先來看到的是 美國的空軍的軍機 這一架是R-4135的偵察機 跟中國海軍的殲-11 在12月21號的時候 在南海空中會射到 這個其實是蠻離奇的事情 我剛剛講B車 你就笑出來對不對 我們來看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甚至他是有空中的畫面 我們一起來看 距離近到彼此幾乎怒目相識 中美軍機在南海險些發生 空中擦撞 美軍在聲明中指出 這起事件發生在本月21號 當時美軍正進行例行飛行 但解放軍戰機殲-11突然攔截 迫使美國軍機緊急迴避 當時兩機機翼相距不到三公尺 機比距離僅六公尺 稍一不慎 後果不堪設想 中國軍機頻頻挑釁的危險行為 澳洲也曾於六月份嚴陣抗議 當時共軍殲-16不但近距離釋放干擾彈 還加速飛到正前方刻意噴嚥 差點導致澳洲緊急墜機 好 地點是在南海 那麼是美國的偵察機 跟中國的戰機殲-11 然後據報導是講說 距離非常的近 如果用機翼來算 機翼跟機翼之間三公尺 如果是用機比 因為這個飛機長這樣 機比對機比來看 距離是三公尺 將軍我請教 整個狀況到底是什麼樣 來幫我們還原 這當然 南海這塊的海域 絕對比台海來得更兇險 所以很多人說 台灣海峽一定是 全世界上兵兇站圍的地帶 其實當然不是 是南海 為什麼 南海的利益更大 南海的阻礙更多 南海的各國之間的角力更堅強 有哪幾個國家在角力呢 菲律賓 菲律賓說告訴你 南海這邊是我的 中國說不對 海南島後面九段線都是我家的 越南說你當我塑膠 我離這最近 這也是我的 所以這塊地方 才是真正的爭議最多的地方 而且它的附近 它的下面 產了非常豐富的石油 所以大家都在搶 這一次發生在什麼地方 印太司令部很罕見 它主動發布新聞稿說 我告訴你 我的飛機差點被撞了 大家心裡想 美國 有哪一個國家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敢去碰美國的飛機 揭曉中國的飛機 在這個南海 美國的RC-135的偵察機 正在執行它的正常的例行偵察任務 這時候來了一架不速之客 就是殲-11 這一個殲-11的戰機 大家覺得一定很強對不對 它是3.5代不到4代 所以並不是中國最強最好的戰機 有本事殲-20出來飛飛看 沒有 它用殲-11 為什麼呢 因為在這裡曾經發生過碰撞 在南海曾經發生過碰撞 是一個E2T的預警機 被中國的戰機做碰撞之後 中國的戰機墜毀 殉職 然後美國的E2T的預警機 強迫降落 幾乎被大部分解 裡面所有的參數內容 全部被取走 最後這一款預警機 全世界遭回參數重改 所以美國在這邊 有非常慘痛的教訓 這次中國再來一次 那為什麼說不用殲-20 用殲-11 因為殲-11即使出了狀況 也沒有什麼秘密可言 因為它算是舊的 可是美國的RC-135不一樣 這款偵察機 它的巡航半徑 它的偵察能力 目前來講 在全世界來講是頂尖的 中國想不想知道 中國想不想了解 想了解 所以它接近它 美國一碰到它 就發現一件事 到底國格跟軍事機密參數的保存 哪個比較重要 美國選擇了軍事機密參數 因為這架飛機 跟它距離有多近 在它的B級 這個G鼻的前方 5公尺 5公尺就是我們開車 一個車道的距離 大家知道 飛行跟開車有兩個不同的地方 它有空城的問題 所以它如果距離它5公尺 空城很遠那沒有問題 它就是比翼雙飛 就是比翼雙飛 而且還來了一個大逼車 直接逼你的飛機 逼過去 美國的飛機在空中 當然它不能夠ABS緊急煞車 它只有一個右旋轉走 所以說這是非常危險 極為挑釁的行為 但是中國回去 它完全沒有說 它沒有說 它不是說 真的沒有跟人民講 它是很高興的說 美國的飛機被我嚇跑了 這當然嚇跑 不然會墜機 這會相撞 對不對 所以說美國忍了多久 忍了一個禮拜 來抗議了 在29號 它就显劍召開 發布了主動的新聞稿 告訴全世界 我被中國的飛機 惡意逼機 這事實在很糟糕 那這個狀況出現之後 那個澳洲就講說 沒什麼稀奇 我也被搞過 我也被逼過 我在南海終端 澳洲的一個P-81的反潛機 在這邊飛得好好的 這一次中國的殲-16 這輛飛機比較好 這是4.5代全方位雙作戰機 他說他也來逼我 他也來跟我比翼雙飛 他最後我不想追機 所以我就飛走了 所以中國的飛機 就是如此在南海這樣子 讓各國自由航行的航道 正在這個地方作亂導彈 然後講完之後 加拿大說沒什麼稀奇 我也被逼過 你也被逼過在哪裡 在東海 在東海 加拿大飛行到東海的時候 他要穿越台灣海峽 過來的時候 一樣被中國的解放軍的飛機 一樣的逼機 逼著他 只好離開 可是這種狀況 這叫什麼 這叫做不顧飛行安全 不顧飛航自由 所以這段時間 南海 東海 台灣海峽 被中國的船艦搞得 雞飛狗跳 很誇張 因為像是我如果跟余將軍 這樣的距離的話 海峽大概六公尺左右 可以很清楚的讀到他的眼神 你在空中 也可以很清楚的讀到 飛行員跟飛行員之間的眼神 有恐怖嗎 甚至還可以看到什麼 看到說 比出不雅的動作 來 晃哥 其實大家很難想像 就是說其實 即使以美軍的RCE35 它是螺旋掌算是慢速機 但是它的時速其實也至少 300公里左右 那殲11當然就更快一點 那如果是兩台 應該不會是面對面 不是來拍電影 一定是從後方或是側面靠過去 那個速度其實是很嚇人 而且你知道 6公尺是什麼概念 6公尺大家覺得很近 我給大家看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是我很多年前拍的 這是 這一架是我們空軍的F-16 那是總統專機 他是擔任護航任務 那我目測這一架飛機 距離我們的總統專機 應該至少還有100公尺以上 那你看 我連飛行員都可以拍得到 所以你就知道 6公尺是什麼概念 那根本不需要相機輪運 直接用肉眼就可以看得到 飛行員的表情 甚至他是不是在笑你 或是他嘴巴在 對你用鼻嘴型 你大概都看得到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動作 我覺得 美國這一次很罕見 就是說過去美國發生這種事情 通常 美國會先尋外交管道 雙方先討論一下看怎麼處理 上次南海撞擊事件 是這樣的處理 但是美國這是印太司令部主動發新聞稿 我認為 美國一定有他的情報研判 中國這個行為不是意外 應該是故意的 應該是故意的 那故意有可能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是 中國因為你知道 12月21號 在中國的 國內的背景是他的疫情 正在最嚴重的時候 事實上現在也還很嚴重 沒有最嚴重只有更嚴重 對 那我必要時候 我可以利用這個事情 我來轉移焦點 因為對外衝突 絕對是轉移內部壓力 一個最好的方法 我利用這個方法來轉移焦點 這是一個可能性 另外一個可能性是 因為美國最近在南海不斷的 不管是他的船也好 他的飛機也好 他一直飛在所謂的國際空域 跟航行在國際水域 以前只有美國 但是別忘了 剛剛余將軍告訴我們 澳洲也去了 加拿大也來台海了 因為最近其實西方國家 進入南海跟台海的 自由航行的次數 越來越多 中國覺得說 我再不表態一下 以後你們每天照三餐來 那我還得了 所以他要給你製造一些障礙 跟製造一些困擾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 美軍的印太司令部 會主動發布這個消息 絕對不是很單純的 只是想告訴全世界 他應該是在警告中國 我知道你在打什麼主意 但是我知道 請你不要再亂來了 我們最近 因為在討論 恢復一年兵役的這件事情 那我們看到 我們原來居然在 2013年的時候 竟然只有四個月的兵役 那到底這樣是可以學到什麼 可以做多少的訓練呢 我們來回顧一下 因為其實主要是 當時是馬遷總統 他把兵役縮短成四個月 他在2012年的時候 還做了一個很誇張的創舉 就是漢光演習沒有實彈 它是罐頭音效 我們一起來看 漢光演習 吉普車呼嘯奔馳 夾帶槍聲四起 白煙瀰漫 不過阿兵哥排排陣 動都不動 沒有人扣下板機 原來用的都是這個 罐頭音效代替槍聲 各色煙火取代火力驗證 像是白煙就是遮蔽 黃煙則是有毒氣 紅煙則是敵軍降落後集結點 綠煙代表炮擊 而且為了怕炒暴臨近校區 維護安寧 夜間演習還改成哨音 代替槍聲 國防部為了節能減探 97年後 操演就不再爭槍實彈 改有音效 但真實不足花俏有餘 有立委形容 像在玩半家家酒 爭議不只這樁三軍統帥 也被質疑視察虛晃一招 但這樣半家家酒飾的演習 加上走馬看花 半上檯面 恐怕國軍士氣又要受錯 觀眾朋友你頭我聽到 噠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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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都是罐頭音效 漢光演習不就是要打實彈 才能夠驗證說 我們的這個軍力到哪邊 你有沒有可以發射 然後擊中你的這個 就是靶或是怎麼樣 那將軍你說那一場 你是沒有參與 他下一場就要去看我的 那當時說 因為我們為了要減碳 如果你那個實彈的話 那可能就會影響到 什麼地球的空氣 什麼什麼的 這個理由是蠻瞎的 國軍演習分三種 最高等的叫做 實兵實彈 我全員實兵實彈 打真的玩真的 第二種呢 是實兵不實彈 第三種最差 叫做指揮所演習 就是我連掌到全連到 我連掌到 營掌到全營到 都沒有實兵 那是最最最最最最 最遜的演習 那麼馬總統那一場 叫做實兵不實彈 那為什麼實兵不實彈呢 有幾種原因 當時因為漢光演習 在做的時候有幾個考量 第一個 你是不是在靶場 來實施演習 如果你是在操場 那是不能實彈的 因為操場如果實彈 然後飛出去 對 這樣打完之後 那個子彈飛出幾百公尺去 那如果說是在靶場 來實施實兵實彈 場地有受很大的限制 北邊的虎口教練場 中部的將軍山 南部的恆春的保麗山訓練場 只有這三個地方 可以做實兵實彈 但是呢 進去有很多的這個管制 就例如說 你總統或者是相關的官員進去 都要做兩件事 戴鋼盔穿防彈衣 對啊 因為子彈不長眼啊 合理啊 對不會因為你是總統 你是行政院長 這個子彈就會轉彎 不會所以所有人都要穿 鋼盔帶防彈 戴鋼盔穿防彈衣 可是呢 他的時間管制得非常緊湊 如果你配合不上射擊的時間 這個時間就錯過了 因為射擊時間不會等總統的 我們的時間就是 例如說 早上的10點鐘準時開始射擊 射擊時間是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就停止射擊 為什麼 他關係到附近機場的航班 你的跳彈如果亂飛 那個飛機會受影響 你影響到後面海域的漁船作業 所以他是非常精準的 所以那一次馬總統為什麼 到了十兵不實彈的單位 因為他後面的行程 配合不上十兵實彈 那就用了那一場 十兵不實彈 那十兵不實彈 沒有關係 你就講清楚 這一場是十兵沒有實彈 那你放了那個 哒哒哒哒哒哒那個音響 那時候就被媒體拿出來說 怎麼會放音響 就不能打實彈 所以當時所有國防部 還有總統府的發言人 真的要打屁股 你要出來講清楚 這就是十兵不實彈 所以放音響是正確的 而且不應該是出現在實彈 這裡不能打實彈 可是沒說清楚 沒講明白 讓這個笑話一直延續 所以當時現在在演訓的 那個單位的主官現身少將 你知道嗎 他一直被人家取笑 所以他說 如果有機會 叫我幫他澄清一下 他也想打實彈 那一場是實兵不實彈 所以說國防部面對事情 不要逃避 不要退縮 是就是是 廢就是非 講清楚說明白 大家會體諒你 來 董老師先來補充 石兵不實彈不是問題 本來就這樣分類 就像您說的 可是問題是怎麼會放音響 這才是問題 這不是俄系嗎 罵眾取從 對 然後就是說 你會變成世界軍事史上的一個大笑話 真的 你可以 因為石兵不實彈 他的演練的科目 就是說他要驗證的那個項目 是不一樣的 譬如說你的軍隊的集結能力 這種移動的速度 可以的 沒有問題 那 可是問題是怎麼會說 這個旁邊再放 放那個音響 放爆彈 其實後來檢討 有檢討一個改進的措施 就你不要放音響 我們有一種叫空爆彈 空爆彈 空爆彈前面裝個制退機 他只是實彈打不出去 可是是一樣正常的擊發 對 所以後來有改進 不過剛剛董老師講的 對 你不應該放音響 好 這是重點 然後但是我覺得最嚴重的 還是那個兵役四個月的問題 那因為這個兵役四個月的問題 到今天為止 他其實已經引起這個 這個國際社會的 這種高度的這個關注 就是說你給國際社會 一個什麼印象 因為你的兵役期只有四個月 顯然的你的軍隊 並沒有具備那個專業 能夠保護你自己 能夠有效的反抗敵人 然後也證明說 你根本沒有心來防衛自己的國土 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麼我們國際社會的朋友 你自己都不願意犧牲了 都不願意認真的去備戰 然後為什麼國際朋友呢 要來幫你犧牲 就是這個嚴重的後果 或嚴重的這個結果 才會說我們一定 現在好像要趕快把兵役調回來 那當然調的這個過程 我覺得那是可以討論的 或怎麼樣釋切 那是可以討論的 不過我覺得現在的重點是奇談怪論很多 有人認為說這個 有人說這個延長兵役 那是勞民傷財 是兵凶占位 這跟中共講的一樣 是自己要把自己 推向這個兵凶占位 其實這些都錯了 因為服兵役 根據我們憲法 第二十條是義務 服兵役是有義務的 而且我們大法官的解釋 也講得非常清楚 就是說根據我們的國家安全的狀況 這個兵役該怎麼安排 該怎麼設計 是可以決定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很奇怪 怎麼對我們的延長兵役 還有這麼多的奇談怪論存在 服役的時候 台灣的防空飛役 主要靠的是英式飛役 每一年我們做英式飛役的試射 96年我也有興趣參加 為什麼這一點試射很重要 因為跟基地96年導彈危機 我們部隊基本上被管制休假 四個月 看自己的防空飛彈 那個訓練基本上是很扎實的 從發生之前 你要做好所有的檢測 雷達 還有把把機 要給定位 我們原地站了快兩個小時 看那個飛彈跨過天際 然後過了將近15分鐘之後 船來精準命中把機 全場歡聲雷動 試技提升很重要 擊中把機好像擊中啊 攻擊一樣 第一個 你怎麼會放呢 音效呢 我們要的是那個震撼的效果嘛 好 好像呢 我們也進到了保家衛國 第二個是訓練嘛 一個神彈試射 基本上我們要花三到四個月做準備 所有訓練 當然那個試射上去飛彈 要是沒有打中的話 飛指部一定要被檢討 完鏡頭我們那時候 副指揮官是誰 李祥仲 大大有名嘛 他後來當過當到國安局局長 副指揮官 把所有的官兵 還有我們說天下第一點 因為是在淡水做試射 因為軍文社做報導 這不是國家機敏 第三個我們是做後勤補給的 我們是三席保修場 從演習到整個試射過程 人家在做訓練準備 我們要做後勤補給跟維修 所以這叫做精神戰力 跟實戰的總動員 所以剛才余將軍所說的 跟董教授所說的 我聽起來非常感慨 真正的試射是這樣子 未來疫情雖然恢復了 我相信各類的實彈的冶練 基本上只會越來越貧寒 那個畫面非常震愛 透過軍文社或是舉光原地 分享給全國所有民眾 大家一定與有榮焉 現在小英總統做的是強化國防 過去曾經有人是在弱化國防 我們來看這一個民調 這是台灣民主基金會所做的民調 如果因為台灣宣布獨立導致中國攻打 願不願意保衛台灣而戰 那願意的是百分之六十三點八 那另外一個題目是說 如果是因為中國動武器 因於他們想要統一台灣 你願不願意為保衛台灣而戰 這個比例就又更高了 這個民調的時間點 其實是今年的五月份 那我覺得他做的時間點 主要是因為俄乌戰爭之後 想要瞭解一下 台灣人的國人的意識如何 那曉惠委員我請教 我們這兩天看到的是 國民黨黃復興黨部的主委紀林聯 他是退役的上將 他做了什麼事情 他就是跟統促黨 在一個中共的三中全會 四十四週年的活動 在那邊慶祝 慶祝對愛 而且統促黨的立場 是非常鮮明的 你過去你是上將 你現在在做這些事情 其實大家會覺得落差很大 那我們看這個是趙明威 雖然他的強項是在獨立學 可是他好生氣 他生氣到什麼程度 原因其實是有一個原由的 民國五十七年老爸 老爸來臺念陸軍官校 帶他們的實習連長 就是現在的黃復興黨部主委紀林聯 當時意氣風發 那說反共復國 只要學員們做錯事的話 就一定會把全聯一起拉到 國父同向前面 大家要思過 然後呢 要講對不起國家 對不起國父 對不起黨 可是他的疑問是 你怎麼當了上將 後來你退伍之後 你就原形畢露了 所以他這邊很重要 要講三次他大罵 不要臉不要臉不要臉 重點他還有提到一個 奇怪 退縫也沒有虧待你們什麼 雖然有減 可是其實給他們的這個退縫 央軍的還是滿好的 你這樣對得起你的退縫嗎 你沒有效忠你的國家 對其實這個部分也是我一直很不能理解的 就是我尊重這個我們台灣社會 能夠有多元的聲音 可是正是因為這個多元的聲音 這個空間是我們大家一起撐出來的 那我不能理解就是在享受這個多元意見 可以表達自由的同時 但他們去維護的卻是那個極權的中共 這是一個我最不能夠理解 其實我們在地方的時候 也會碰到很多統促黨來辦活動 那我們看到這種活動的時候 當然台灣就自由社會 它可以辦 但我們會非常謹慎 一看到這個布條怪怪的 這個有人在裡面 其實白狼也有到我們的選區過 統促黨真的就在我們的選區 有辦活動 那我們助理一到現場發現不對 馬上電話回來 這個場合是我們也進都不進去的 可是你看看現在這個退役 這個計上這樣他們不但進去 而且在這邊把酒言歡唱歌 可是國民黨出來的時候說 他其實也是不知道 他只是剛好進去了 他很快就離開 那現在照片一張一張出來 還有影片 對啊 那個上面 舞台上面是毛澤東的對聯 然後鄧小平的銅像在上面等等 這個場合你在那裡 你這麼這樣子高歌言歡 你會說我不知道統促黨是什麼嗎 我不知道這個場合是什麼嗎 那在對照之前 你在去年的時候 告訴大家說 我們要打倒這個民進黨政府 我們要統一中國 這個大家聯想起來就會 到最後是 國民黨就是有這樣的一塊 堅持的支持者在這裡 所以你國民黨的主席 要怎麼來說 你要代表台灣人民 去選未來的總統 我覺得這樣的連結 其實也是2024 國民黨要競爭這個總統大位 領導台灣人最大的致命傷 他如果一天不講清楚 他要怎麼處理 黃復興的這一塊的退降的 會去中國的這一塊 會去中國的這一塊 其實他跟台灣的總統大會 是沒有緣的 林頭我給你請教 因為剛剛委員講說 他們的團隊去到可能活動現場 唉唷 是這個樣子喔 馬上轉頭就走了 那像是你啊 如果是你的話 統促黨辦活動 邀請卡過來了 你會去嗎 當然是不會去啦 但是我們其實看到過去 很多的這個民進黨的縣市首長 在跑團的時候 也不小心跑到類似的場合 其實也都是有這樣的經驗 那我瞭解這個紀上將 他就是因為有幾個朋友 那你講的是誰啊 那個鄭文燦跟黃偉澤嘛 他其實有類似的活動 他們去跑團的時候 也有去 我等你講完 看你怎麼定義不小心啊 對啊 那像那個紀上將 他其實也不是統促場的成員 黨員去邀他 他是幾個朋友 對這樣的朋友 然後去邀請他去參加活動 想說 他想說跟老朋友一起去參加一個活動 殊不知到現場發現這個布條 然後又被促勇上去唱歌 就是現在大家看到這個畫面 那如果是你啦 是你 朋友請你說 我們就來 然後你去到現場 發現是統促黨 你會怎麼樣 你會不小心上台唱歌嗎 事實上像我們有 最近有選舉過的人 我們會特別小心 那其實我也覺得說紀上將 因為他有這個 黃復興黨部主委的身分 我認為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要盡量避免 他不是政治圈的小白兔了 他已經這麼多年了 對啊 他其實在選舉這塊 他還是屬於小白兔 因為他跟媒體 比較少互動 所以我覺得說他今天 有去參加這個活動被解讀 我覺得他未來 可能會比較小心一點 他已經不是第一天被這樣解讀了 他已經是幾年了 大家這樣在檢驗他了 對啊 個人的身分 他其實造成國民黨很大的負擔了 其實我要補充一點 其實統促黨這一塊 我們不去評論他為什麼 台灣是自由民主的社會 你要統你要讀 你要支持誰 沒有問題 可是軍人不行 我就講軍人不行 當我們身上將軍的那一刻 我們告訴你 我帶的是國家的名氣 是國家的名氣 是所有弟兄的期盼 你代表的 只要你還活著 你是退將 你就是代表中華民國的國軍 所以我曾經在年金改革的台上 我是主持人 二十幾萬人來遊行 下面出現了五星旗 我告訴你 我是豁出去了 五星旗離開 我就直接講 五星旗離開 有人虛擬嗎 當然有 也有 虛的就一起走 我就直接講 五星旗請離開 這裡是中華民國國軍的場合 我們的年金多少 跟五星旗跟中國共產黨 沒有關係 請你離開 這當時在年金改革抗議場 我千真萬確用廣播直接講出來 下去之後很多人說 你很危險 你知道是誰 我管你是誰 我告訴大家 年金改革 我們心中會存在一份不平 可是當年金個人私利 跟國家利益衝突的時候 我選擇國家利益 這就是軍人 軍人不是為了錢 這個退將 退縫被砍 我告訴你 砍得最慘的是少將跟中將 上將砍得非常少 你就是受害者 我受害者 我是說少將 你說你的比例幅度 對 我被砍得最大 我告訴你一個月 砍兩萬五千塊 我是被砍得最重的少將 可是我現在可以大叔跟你講 我現在沒有領退縫了 因為你當議員了 我跟林陶一樣 我現在是繳稅的 所以說我可以很明白跟大家講 軍人沒有黨派的問題 軍人沒有私利的問題 當國家大愛 跟個人私利在一起的時候 選擇大愛 那這個紀主委 你不要說你不知道 你一定知道 你一定知道 如果你不小心 誤入了這個紅色的叢林 你可以選擇一件事 掉頭就走 沒有面子的問題 沒有私利的問題 跟這些曾經跟你敵對 要消滅你的政黨 你跟他講什麼面子 講什麼禮貌 禮貌是跟文明人講 禮貌不要跟野蠻人說 剛剛林陶講說什麼黃偉哲 或是鄭文燦 他們曾經參會裡面有同處黨 其實大家要搞清楚 有的參會是 他是一個商圈總會 可是他們其中是某個人在那邊 來欺騙的話 我能怎麼樣 說不行我不要跟你照相 那個情況是不一樣 情節不太一樣 其實我補充一句話 就是剛才將軍提到 就是說軍人必須要自己去認知自己的立場 老實說我覺得黨職也必須要認知自己的立場 其實不管是現在所有的中國國民黨 所以你們會不會就是下令這個黨職的部分 大家自己要自愛 那我們就搞清楚 這個是不能去的 所有的國民黨 我看現在所有的要職的 其實大家就是堅持中華民國愛台灣的立場 我覺得我看起來 現在大家都堅持這個立場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記者上將 因為有當黨職他要是軍人 我覺得要特別小心 讓我補充一下 不是每個國民黨黨員 都像林涛一樣 我說我大安區就有位女議員 統促黨的活動 統統都參加 而且是大安區的人都知道 而且他以這個為榮 那這樣算不算黨職 因為他是公職嗎 黨公職他是委員嗎 議員就是公職的 議員就是公職的 他是民意代表 民意代表就是中央委員 這是當然的 當然的黨代表 民意代表就是當然的黨代表 所以這樣照 剛剛林涛講的也不能出席 因為那個宇朝哥講的 應該是說 他有一些民意代表 他為了要 因為有一些選民 他有去參加這個政黨 所以參加這個政黨跟這個活動 所以他還是要去跟選民致議 應該聽起來是像這樣 不是林涛 我講的再稍微清楚一點 那擺明就是統促黨 幫中國代言的活動 跟選民服務也沒太大關係 而且在特定節日 例如11 8 1 這中國的節日 這跟選票 應該沒有直接關聯吧 比較像是中國的大內宣 延伸親門探戶 把旗子插在大安區 來 董老師 因為朱立倫主席他有講 他覺得我們在國防之外 對話也很重要對不對 那對話的部分 你其實有一些建議嗎 比方他們過去也曾經有對話交流的機會 應該說些什麼 不是應該這麼說 就是蔡總統宣布這個兵役延長之後 結果我聽朱立倫主席的第一句話說 蔡總統你錯了 應該是這個備戰 還要再加上對話 那我覺得朱立倫才錯了 因為第一個 蔡總統他沒有排除對話 你去看看他的 譬如說今年2020年 國慶演講 他有提出要跟對岸平等協商 平等對話 所以這個沒有問題 那現在倒過來 現實問題是什麼 那你國民黨主張對話 我很好奇你的對話的方案 還有你知道你們現在對話的現實 給台灣帶來多大的傷害 舉例來說 不是8月中共圍台軍演的時候 朱立倫派了他的副主席夏立倫 不是派了一團去 去對話溝通 結果換來什麼 換來是中共更延長更久的軍演 還換來一個對台政策白逼書 就是夏立倫去的時候公布的 好再過來根本不注意到 九和一休安以後 其實有很多來營的團已經去了 兩岸企業家峰會 前國民黨的行政院院長劉道玄 不是帶了一團去 那一團還有什麼杜子軍 他們現在桃園市的副市長 對不對 結果去了 不是兩岸的什麼貿易談 這個溝通 對話 結果換來什麼 就去的時候 宣布對台灣進一步的 制裁那個魚 魚啊 食品啊 酒啊 就是你們去的時候 你不去還好 每次去 怎麼換來這些 去溝通對話 怎麼換來這些 再過來 就是這個 這個 金門的這個 立法委員陳俞生嘛 他不是因為高粱酒的問題 他帶了兩個新當選的 金門的新當選的那個 縣長 還有馬祖嘛 去溝通 溝通回來結果 他其實聲音 陳俞生聲音就變很小了 就請你們金門酒廠 按照人家的規定補件 那 那就是他沒有溝通成功嘛 那你去溝通什麼 被洗臉 是 再過來 一樣 就是陳俞生去這個 廈門的時候呢 宋楚瑜 他又帶了 也是金門縣的這個立委 也一起去 去廈門溝通 可是沒有後文 現在宋楚瑜又要去廣州 兩岸交流 結果講了什麼 兩岸關係的籌碼 是控制在中國人的手裡面 這句話是非常嚴重的話 就是說你聽起來說 兩岸都是中國人 今天的兩岸中國人 跟過去的兩岸中國人 是不一樣的 今天習近平所講的中國人 第一個 你是中國人的話 你就要答應統一 接受一國兩制 第二個 你是中國人的話 你就要反對外國干涉 你要反對美國介入 今天習近平所要求的 台灣人要當中國人 不是那麼單純的事情 他後面 你去看他二十大的政治報告 你去看他 中共的對台政策白皮書 寫的一清二楚 所以說 你在這種情況之下 去跟中共溝通 從過去這半年來的經驗 你溝通了什麼成果 那未來 你還要在這種條件下溝通嗎 好來 荒哥來做補充 近年部分我要補充一下 除了他是國民黨 黃副興黨部主委之外 我剛剛聽這個林濤第一時間的形容 感覺近年是一個很隨便的人 就朋友邀了就去 去了現場 拱上台唱歌 就唱歌了 不要講近年是一個上將 就是我一個路人甲 你如果我不想去 你把我架去也沒用 我不想唱歌 你硬把我拉上去 我也不唱 就不要再幫他找理由 其實我覺得 因為林濤真的很年輕 是國民黨未來的希望 我覺得該譴責就要譴責 而且國民黨 到今天態度是什麼 你是黃副興黨部 最諷刺的是 黃副興黨部是管軍 軍系的退伍的黨員 你竟然跑去跟共產黨唱和 這個國民黨的態度要展現出來 另外我提醒一下國防部 因為剛剛卓冠廷找到了 近年另外一個身份 他是國防安全研究院 這是國防部出資的智庫 戰略諮詢委員 國防部趕快開除他吧 這種人跑去參加共產黨的活動 然後是你國防部出資 智庫的戰略諮詢委員 這像話嗎 國防部動作快一點 我不希望你的動作 比中國國民黨慢 我現在在等著看 國民黨什麼時候去處理 近年這樣的事情 你那個什麼個人行為 那個解釋完全不通 另外我再補充一下 國民黨說要跟共產黨談 回去翻一下你們的黨史好不好 國共內戰一路談 對不對 開始談的時候 東北談不見了 然後接著華北談不見 再來長江以北談不見 再來長江以南談不見 最後連廣東都談不見了 好不容易守住台灣 後來為什麼能守住台灣 因為蔣經國說的 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 這當時的三部政策 你們還在跟共產黨談 不是不能談 但是如果是共產黨那種前提之下 我認為談一點意義都沒有 蔡英文總統 你從他2016年第一次的就職演說 一直到昨天為止 所有他重要談話 不管是國慶或元亂談話 他每一次只要談到兩岸關係 他一定會講一句話 在對等尊嚴不設任何前提的情況下 願意與對岸協商 請問六年了 六年過去了 都沒有對話 北京不跟你談啊 對不對 我今天我說我要跟余北辰講話 余北辰都不開口 請問我要怎麼談 我們比手語嗎 沒有你如果力量比我強 我一定會跟你談 力量太弱我不跟你談 那就不叫談嘛 那個叫妥協 那個叫投降嘛 所以我覺得不要 要談當然要談 問題是你北京設定的就是一個中國前提 請問我怎麼跟你談 一中前提還有什麼好談 那就是台灣不見 是中華民國不見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 如果說你們在兩岸這一塊 如果還是抱持現在想法的話 我覺得2024年 國民黨未必能夠當選總統 大家記不記得在2020年9月的時候 王金平不是本來要帥一個團 然後去海峽論壇嗎 對 結果怎麼樣 然後李鴻就講說 你們是來求和的 對 這樣你的面子 連王哪裡擺 其實我覺得就是說 剛才提到國民黨的 在國防戰略上面 一直強調一個2D 就Defense跟Dollar 就對話 那為什麼對話重要 原因是因為我們自我國防的增加 他其實不管在經費上 在整個建軍的準備上 在整個內容訓練的準備上 是需要時間的 所以這個邏輯是有對話 才有辦法爭取時間空間跟預算 他的邏輯是這樣子 但重點就是 那請問蔡總統哪裡錯了 對啊 他沒有實際做 你知道他的意思是說 備戰才能避戰 但國民黨是備戰也要避戰 這其實是一個兩個邏輯 就是說今天國民黨要備戰 也要避戰的原因 是因為 你唯有透過對話避戰 你才能爭取時間來備戰 請問 這邏輯是不是 蔡英文這六年來 什麼時候挑釁過中國 他講哪一句話挑釁過中國 我沒有說 他 不是 今天重點就是說 你整個 整個備戰的邏輯是什麼 如果說你今天 只想要跟著別人的節奏走 我們加強就是因為不希望 戰爭到境內來 我們讓對方知道說 我們其實是很強的 那個概念很簡單 就是你把身體練得 跟巨石強身一樣強壯 誰敢惹你 對 小偷就不敢搶你 就不敢搶你 你如果每個人都是瘦巴巴的 小偷看到你不搶你都難過 你可以一邊練一邊對話 我們現在就在練 不是 我們要對話 問題是別人不跟你 對話不是對牛彈琴 對話是雙方互相才有對話 我們都已經釋出那麼多善意 感染症都已經釋出一顆感染樹了 他都還不跟你講話 那你有什麼辦法 我覺得你剛剛講瘦巴巴 我有感覺 因為我把它往回推 我們把它來看的是 國民黨的局勢 國民黨黨主席 剛剛民調看起來 他是不是瘦巴巴 對不對 所以因為他瘦巴巴 他在一年兵的議題上面 他其實講的話 相對是有高度的 還有夾了一些國際觀 可是因為他瘦巴巴的 所以有人要聽他 對 戰鬥欄的趙少康 人家我自己有一個 戰鬥欄的派系 對不對 所以他就跳出來吐槽了 那下面的這個 不分區的立委 照理來講 是不是黨主席 已經有定調了 你就不能再吐槽了 誰吐槽他 吳思懷有沒有吐槽 有 今天又有一個人 是國民黨立法院的 另外一個寶 尤玉蘭 尤玉蘭 尤玉蘭他就趁著這個 國事論壇的機會 他搶了反面 他講什麼 他上面的牌子寫說 不要讓台海成為戰場 不要讓孩子上戰場 你去想想看 如果我們把他的頭遮起來 你有沒有感覺很像 中國的發言人 對啊 這就是 國民黨常常出現的一個狀況 其實在俄乌戰爭之後 烏克蘭他因為他非常強勢的 捍衛家園 這樣的精神 全球都感受到 全球都非常的敬佩 這也是為什麼台灣 我們在加強國防 我們希望變成一個刺蝟 是不要讓敵人 隨隨便便就對我們出手 好 明天就要跨年了 那我們就要明年見囉 拜拜